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魚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我們才能走得更遠 很開心,這次能夠得到一個機會 語言我不能說 Joe打給我,我沒有興趣的時候 我覺得很差異,因為進驗 進驗給我感覺,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我不是很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這次和進驗的感覺好像很高科技 很多東西在一個演出裏面 我再覺得,還有哪位演員呢 就說是葉小姐 葉小姐的作品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個很厲害的演員 我覺得可以有機會合作 劇本都不用看,我已經很想演 所以,很感謝Joe,很感謝導演 可以給了一個這樣的機會 多謝大斌 阿芳,你說我得過很多次金像獎 接下來我會得到很多 大家都知道盡念的作品是很前衛 我看了很多進驗的作品 我每一次都有很大的驚喜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在等他們邀請我 直到這次,有這樣的機會 就邀請我演出這個不講得 我都覺得,嘩 剛才也聽見Joe說的 角色就是神經的 所以他就想起我,還有想起特賓 那個角色就是神經之餘 又是很正常的 游走在兩者之間 嘩 嘩 這次令我覺得 令到我覺得很開心 和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喜歡試新的 這次有很多新兒子給我試 一起合作 就包括我的兒子 Gordon 因為他真的 很... 他一吹口琴 我就整個暈了 那種... 敬彈我 哇 為什麼你可以把那些音樂演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他不用跟我這樣對話 我看著他吹口琴我已經暈了 那David呢 看他的樣子好像很成熟 老成持重 但原來他是相當活潑的 他一拍照 或者什麼演戲 我就發覺他被他搶到暈了 即是他很多 很有活力的 我亦都向他學習了很多 那我繼續 我會取經的 那德芬呢 一望已經知 高大、威猛又英俊 我都會覺得 嘩,好像很有距離 不知如何跟他溝通 那我開始的時候 我在想 啊,可不可以跟他講健身呢 那如果他講健身 可能他講什麼好呢 是不是 你這麼健碩 可不可以讓我打一下 然後我再沒有說 我覺得好像很失禮 那接著我就說 我心想 啊,大家都是做這行的 講一下演戲應該會OK 是不是我說的東西 不是很適合呢 哈哈哈哈哈哈 那接著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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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家很有共鳴 所以現在我們都要比聽得上 所以很開心可以跟這麼多不同的寧男 和俊男一起合作去演出這次的角色 其實講得不講得的我都已經講了 另外就是那個戲裏面 我演的一個夫妻和德斌 那是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有很多橋段 我都覺得我是不是把我的婚姻生活 在這裏呈現給大家看呢 因為真的好像很有共鳴 好像在講大家的生活的婚姻那些典籍 我都看完那個劇本 我都覺得很驚訝 我都覺得為什麼那些台詞 那麼像曾相識 所以我都覺得很好笑 我相信都會給大家很多的共鳴 就是很多生活化裏面的東西 因為很多新奇的事情在裏面發生了 那麼我先分享到這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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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好 好 剛才是你們兩個第一次合作 那麼心情如何呢 心情如何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組合很新鮮 我相信會有不同的可化情緣出來 還有大家都是好戲之人 所以很想會做一些好看的東西 好看的戲給他做朋友 其實很開心的 因為大家都同時是電影 電視都是有演出 但是竟然現在第一次合作 就是一個舞台場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多突 所以這一次是很開心的 你是不是第一次聽到月娟姐說 想覆蓋一下你的首席 嗯 她的表演會出來 是 我的眼神已經做了 是 是 有什麼回應都得問 我等我粗一下 這陣子很粗練 我想其實很多人都很想的 只不過不會像我這樣說出來的 我比較坦白 她幕前很強勁 其實幕後也很強勁 但是 是否看到她的班底 立即答應呢 那又不是立即的 那我也要 看一下劇本 因為當然 晉蓮是 很有才華 很鐵位的一個劇團 但我也要看一下劇本 是否適合我 我看完劇本之後 我覺得很多發揮的地方 人物也很少 人物很少之餘 也很豐富 我覺得很好玩 加上我也很想 和一些新鮮的劇 美麗作的劇團動作 所以 看完劇本之後 可以 聊 聊 然後 有德芬 有David 有大家 所以很新鮮的組合 所以就英俊了 你有沒有看到上海的普通畫版 我沒有看到上海的普通畫版 但是就知道這個劇本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劇本本身是很有特色的 寫了很多人性的陰暗面 雖然你看我們的劇本好像是 不是很正經 又好像神神經經 但其實是描述了很多人性的陰暗面 這套劇是港男夫妻的 會不會 間中都會爆自己的心情下去 這樣 其實沒有爆自己的心情 但是 排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會 回想 某一些情節 在自己身上 發生的 即是 那些爭極你都不明白 講極你都不聽 那些的對白 其實真的很道 阿斌呢 是的 日常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講 沒有什麼可以講 可以 裡面就是一些故事的內容 我們的對白 其實可能很平常 但是你去想想的時候 可能你平常自己都會有這樣說過 但是他可能裡面有很多帶著 有很多關係 有很多建議的時候 你會覺得原來我透過這個劇本 我自己又會想很多東西 會在人與人之間那種溝通 或者那種感覺 你又會覺得 我們是否可以去想一下 可以怎樣 是否有些東西真的可以說 那些東西真的不能說 還是否真的完全說出來 這些都是在一個劇本裡面所請求出來 是否說了會好些 還是不說好些 然後又會在那裡糾纏半天 那說還是不說呢 是 有些東西不是說的 就是做的 那你就是只顧著你自己可以的 我只要聽 你怎知道我沒有想你呢 我怎會沒有想你呢 我覺得你沒有 那就是想到 那是溫馨親熱場面 有些東西 溫馨親熱場面 有些時候透過對白都會 用白口來講 我相信再排下去應該都會有些 但是那一次有多久呢 可能一手就可能 不知道 上一秒還好,上一句話還好, 很OK,在溝通,下一秒就好像翻臉了, 其實現實生活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時說這一句,其實不關這一句, 是三句之前的關係,再寫這一句, 所以對白是很有趣的。 我沒有想過他們會特地走來這裡, 我的粉絲很疼我,如果他們知道我演舞台, 其實他們會特地來碰唱, 這次我都期待可以跟我的粉絲近距離接觸, 希望我的演出不會令大家失望。 你和姐姐之前是否在內地,有個粉絲很激動地和她合笑, 然後又說你這樣? 是啊,因為我已經入了禁區, 我看到她忽然很興奮地走進來禁區想和我拍照, 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她被人趕, 我很害怕她犯規, 於是我們就說你不要埋,你不要埋,你不要在這裡拍照, 她忽然覺得我為何會這樣拒絕她, 她可能忘記了自己在禁區那裡, 所以她忽然之間有一點點, 我很害怕, 我明白的, 是一些溝通的問題。 你有沒有看到她拍過道點片? 有朋友傳給我看, 其實我沒事的, 只不過大家是一些位置不一樣, 產生誤會而已, 大家都沒有惡意的,沒有問題的。 只剩下之前和Edan合作, 他最近公開藝外, 在新加國不覺得這個兒子很聰明呢? 大膽可以大膽? 大膽可以大膽? 不應該大膽一點, 無所謂的, 愛情的東西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興趣拍劇? 還是因為林寶怡最近很麻煩的? 我沒有所謂的, 我現在是自由心肌, 所以我沒有時間。 你很忙的, 沒空的, 我也是, 我也是可以的, 那我最後有一個中文, 很多人都是因為權力, 很多人都很麻煩的。 很多人都很麻煩的。 德溫哥是否到了學到老呢? 最近向阿金學習, 學做偶像? 我學他做偶像? 是呀,向他學習, 還是遮鏡? 我當然要學, 我那次跟他合作, 我已經看到這個偶像很厲害, 因為我都不知道是甚麼事, 突然他來到現場之後, 然後我們還沒拍攝的時候, 外面有很多人在, 我以為今天是記者招道會嗎? 不是呀, 是甚麼來的? 每個人都拿著相機的, 他們是粉絲來的, 好呀。 學校長現在要跳舞派心而已, 我想可以示範一下嗎? 那我就用多些時間, 可能他們用三個字, 我就用三個月了。 示範了派心才行嗎? 派心拍了很多的。 真的沒甚麼所謂的。 真的沒甚麼所謂。 好,謝謝你。 這個,這個。 超差的。 超差的咀嚼, 不說得那個表情。 是否要使用一隻? 打在嘴上。 對, 其實我們也有說過, 你這樣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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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後不是叫不可說,是叫不可說,是普通話的演員 我和華劇藝術中心有一個合作,它是一個國家級的演藝單位在上海,我們有很多劇場 我和藝術總監,叫李榮君,寫了這個劇,叫不可說 我看了之後就覺得很特別,它怎樣特別呢? 它就形式上是一個畫劇,就是看得明白的,裡面說的東西都看得明白 但它裡面暗藏了很多戲劇的元素,有時候又是懸疑劇,有時候說愛情 有時候又有很多黑色陰物的東西,那我就很喜歡 所以再加上我就將它譯了做廣東話,就發覺有一個很特別的味道 因為廣東話和普通話,廣東話我們有些嫌你,還有一些是和不是 或者你說我們的語氣可能會影響到內容 那我做了之後,我做了之後我就給阿周看,因為我和阿周都一直在研究 要找一個合作,覺得這個好像挺好玩的 於是就給了阿周,但阿周看了之後,阿周就幫忙 大家一起量,如何去做這件事 然後我告訴了,我們應該找些什麼人來做 因為實在是演技做,因為有很多話要說,還有那些是 你剛剛說完這句話之後,可能在五分鐘後你會說同一句話 不過那個說法和那個身份可能是轉了 那我們就覺得要找一些很厲害的演員來幫我們一起合作 當然盡量的主題,David一定會是我們其中一個主要演員 因為我看《萬曆十五》的時候,我總是很喜歡David 我覺得他是很厲害的一個舞台演員來的 那跟著我回頭就在想,誰好呢,誰好呢 那終於我們就差不多同步了,我們就想到就是 哇,那就是要找蝕斯來努同 因為我其實之前已經說過,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他基本上是沒有變過他做本質的,在我的感覺裏面 雖然是成熟了,但是他那種可愛和神經質 是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他,那些蝕斯是很魅魅的 另外一個是德芬,因為我看過德芬之前有一些話劇 因為我覺得他很適合在這個劇裡面,很適合 因為其實那個話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深 或者是我特別關注看的,某程度上他在台上有些緊張 但他的緊張是很有趣的,令到他的節奏和表達 是更加倒肉的,這個角色有某一部分是要這樣 是要突然間很神經質,很緊張 我覺得其實如果兩個都很踏實 但是又會有些神經質爆發的演員版本 其實就很體能 那我剛才一說,我剛才一說,哇,正了,那是他來的 就開始去做遊說工作,很開心得到那兩位支持 因為他們看劇部都很喜歡,所以就做了這件事 我們表演的小段音樂,給大家一個氣氛,給大家一些精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見 我是不是的 我其實合作了很多年 通常我做一些就是沒有台詞 一來我自己本身是玩音樂 二來就是盡量多幾多 比較抽象一點 比較沒有台詞的作品 我演出的那一類的比較多 所以這次我突然變成要說話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是俊念的創團成員 所以都不是第一次抽俊念的演出 不過這次有兩位這麼資深的演員一起合作 還有劇本是很多對白大家是鬥氣的 其實都算是第一次 這次是否你去邀請他們抽字的呢 我沒有這麼小 當然是導演和監製邀請到他們 這麼資深又肯跟我們一起合作的演員 我們都很期望可以怎樣一起去合作 試驗鬥氣 其實俊念給人的感覺都是很抽象 很前衛的樣子 但這兩位演員是很實在 很實力的演員來的 你不可以混在一起的其實 當然很多的劇本本身好像有一個正劇或者畫劇 但當在胡導演的手法之下 他一定會將他變成一個再抽離一些的做法 也不是一個好像實景的戲劇 剛才你聽到我們又會很榮幸邀請到 三有一個跟一個Line streaming 那種的一千人一起在看那樣東西的時候 那個又是另一種抽離的方法 令到這個概念可以加深在戲本身 那種人際關係那樣東西 等待觀眾是否再可以想多些 再深情一些或再闊一些 這次可以跟這麼多位前衛合作 心情感到緊張呢 超級緊張的 因為首先我不是演戲劇出身 但是其實很小的時候 我是有參加過一些戲劇的訓練班 三有三年 我應該都做過主角的 但是這樣可以跟一些這麼資深的演員 可以去合作 其實真正真是第一次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這些話劇其實跟我演繹音樂其實有些關係 因為演繹音樂自己和自己其實已經要去演繹 還有跟其他樂手其實都好像我們演戲 其實要對戲 譬如我玩完這句音樂 那旋律感不是背出來的 其實是可能跟其他人有一個關係 我一直排戲覺得 令我更加反思到很多音樂藝術的東西 作為創辦人 今次可以跟兩位一起工作樂樂的感覺是怎樣的 很開心的 因為其實都有點害怕的 他們這麼資深的演繹的方法 其實我怎樣去配合 或者我怎樣做對一個角色 或者我用不同的方法做的時候 他們又會有些甚麼 但是我覺得他們真是很用心和很專業的 很準時的 很樂趣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角色 角色 其實在這個戲裏面 我 黃德斌 紅森 同學小姐 其實都是一些大學時代已經相識和一起讀醫的 兩個男士都是讀外科 腦外科 女士讀腦內科 其實他們之間是有一種很微妙的三角關係的感情 那葉童小姐和德斌都是個夫妻 那整個故事裏面是有一些事件觸發到 將他們原本以為是真實的東西 或者他們投射以為是一些這樣的理念 擺了很久之後再講出來 可能就令到整個事件變化很大 人際關係就很脆弱 當然這件事不只是講一個家庭上的夫妻 如果再放大些可能就是 是否這個世界或這個國家打仗 都是很多人 那我聽黃姐說想補讀 只分一些風機 有些場劇監 那時候大家都補讀 那看下這個導演怎樣 既然你說到 等我熟悉劇本現場 看看有沒有得搞 三個一起捉住德斌的首輩 好像我對 我是他的兒子 捉一下他也是很合理 你不會有這個感覺 想見德斌的時候 我從第一天彩排 我未去到那麼猖狂 但是我第一次排戲 已經很氣場 很帥 其實我不是很專心 一開始排戲 整件事很帥 你今次跟誰最多對首輩 其實都幾平均 三位演員幾乎是一樣 我的角色是我不能說的 譬如我生與死的能不能說的 還是不能說的 好像不能說 好像給賣個關子好 但是我都覺得很有心同感受 看對台詞和父母的關係 或者和其他人的關係 是幾有心同感受 葉童姐讚我 說一聽你吹口琴 整個人都塌了 有的 有的 葉童姐說 不斷說想跟我學口琴 我覺得有機會會教她 但是我希望 演完這個劇之後 她會說見到我演戲會塌了 我覺得 至少這次的計劃是成功的 謝謝 謝謝 謝謝